哈喽大家好 上个月我的好朋友龙哥跟我说 他一个月瘦了20斤 没有听错一个月20斤 然后我就问他你怎么瘦了吗 他就跟我说 那个面是磨浴面 反正我跟你说 我中午两包晚上两包 宵夜两包 然后你妈的还瘦了 就挺牛的 真的挺牛的 他跟我说的方法 一个月只吃磨浴面 饿了就吃磨浴面 但也不是干吃 就是可以配一些酱料的 然后我觉得他给我赶紧给我寄 我也要使 结果这里的淘宝就巨慢 然后折腾了一个月 我的磨浴面 才到 看起来就不像是很有食欲的感觉 其实他已经到了很久 只不过我没有吃而已 因为上周我录了三个视频 还有一个是大尾王挑战 我胖的来已经是 所以我就想吃见一下龙哥的方法 一周只吃磨浴面 看我的体重有什么变化 要从今天开始吧 我早上也没吃饭 就喝了一杯枸杞水 然后现在开始吃中饭吃它 刚刚把这个面用热水焯了一下 然后再加这个酱料 我这样跟大家讲 这个酱料真是绝了 甜水面真的好好吃 我才发现我刚刚没有按路之间 这面我已经快吃完了 其实它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吃 它口感还可以很Q的 刚刚我看了一下它的营养成分 它是零碳水零脂肪零蛋白质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营养 唯一含的就是每100克就是只有一克的辣 所以它就是超低卡食物 现在是我的晚饭时间 中午那一晚其实还挺顶饱的 我整个下午都没有感觉到饿 晚上就要再让我们有请 我最爱的酱料出场 给我加一点 好爽啊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但是吃久了确实有一种感觉 在吃素料的 吃素料 怀念面条踏实的口感 现在是下午两点半 我早饭中饭都没有吃 因为今天超级烦 前两天就一直在玩 然后没有写作业 今天开始不作业 发现都不会写 从早上9点钟开始起来敢代码 结果都爆错 气得我早饭和中饭都没有吃 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穿的特别的搞笑 像一个公爵 因为我今天的日历是搭配医生没有尝试过的风格 我穿着这个衣服在那里马带马真的是太搞笑了 昨天试了一天 感觉还可以 今天打算吃咖喱拌磨鱼面 这个是纯米酒咖喱 还挺贵的 这么一盒要65块钱 不过我觉得还会非常好吃 因为它是黄色的 这咖喱也太少吃了肉了 只给了我两块 有一股很浓的酒味像熬糟里面加了 吃起来有一点点苦 其实咖喱加酒味就很违和 你干嘛 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给我买 你在拍吗 人类是和自己的本性在做斗争 你斗不太过它 我们知道 每个人正常生活中 米面菜肉油 这是不可或缺的 我要说一下 真的不是我在给我姐姐想吃油脂找借口 是因为看了专家说的 每个人正常生活中 米面菜肉油 这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当你严格的限制自己 就意味着你是 违背人性而生存 违背人性而生存 三天以后 一停 吃任何普通的食物 就让你回归到肥胖本身的原点 之前也有说过 魔鱼是完全没有能量的 过长时间只吃魔鱼 不摄入优质的蛋白质 脂肪和碳水的话 是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的 之后势必会反复 所以呢 快乐的减肥要从 补充蛋白质开始 比如 这脂肪算太嫩了 这好好吃啊 真的可以 用米其林五星的味 那剩下那些魔鱼面怎么办 合理的饮食方式 在减重过程中 应该是以一个 限能量的平衡膳食为主 要有肉 火要有肉 有肉 大味道 有肉